洛杉矶当地时间1月19日,在普莫纳会展中心,第38届华人工商大展拉开序幕。 本次会展共有6个展厅,3条美食街,2个汽车试驾体验区,8个精彩不断的表演舞台,将有超过千家企业参展。 展厅内部更囊括了综合展,美妆展,亚洲美食展,动漫展等5大特色区域。 来自普莫纳·格尼萨高中的校乐队和拉拉队,用他们青春洋溢的表演,拉开了此次工商大展开幕式的序幕。 随着2019年中国农历新年的来临,华人工商大展上也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氛。 开幕式上武师表演活灵活现,用中国的传统文化表达了对所有来宾的新年祝愿。 开幕式上华人工商的会长高海荣发表致辞,他对来参加工商大展的所有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对参与此次大展的商家表示感谢,因为大家的努力,工商大展才一年办得比一年出色。 最后,高会长祝大家在工商大展上可以满载而归。 除高海荣会长出席了本次开幕式以外,Fairplex会展中心董事长Bord, 加州第65选区女议员Young King, 尔湾市议员代表郭正明和华人工商代表乔伟刚等也参加了华人工商大展的开幕式。 那我们今年呢,有非常多的这个表演节目,有这个中国食品展,第二届的中国食品展在我们这边合办。 我们有总共的七个舞台,各种不同的表演,从早上到傍晚一直持续不断。 Fairplex会展中心董事长Bord表示, 他作为第38届华人工商大展的主办方, 这次活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通过这次展会, 让我们有机会去分享我们的平台,分享我们的传统, 展示我们的梦想,梦想让我们保持本色。 我们的国家也是由各方不同的贡献组成的。 感谢和欢迎所有来参加第38届华人工商大展的来宾, 未来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合作。 向会期致敬后,剪彩仪式正式开始。 最后伴随着礼炮的响起,开幕仪式圆满落幕。 工商大展展会正式开始。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